我爺爺,奶奶,都是軍人 跟我講,當兵要做好打仗的準備 從當兵開始,半隻腳贏賣上了戰場 就很突然地讓我當這個連長了 那時候我正在參加護航集訓 就是一心想著去執行任務 沒有做好捉明主觀的心理準備 依然很深的一種感覺就是本林恐慌 因為之前沒有接觸過 各種裝備,包括專業,不是很懂 在專業上不如一名戰士,你是不會有底氣的 心情很沉重 不然你就是一定會有頭髮 如果是星期多,你會有頭髮 有毛病,你會有頭髮 你可以拿回來,你會有頭髮 我會有頭髮 我會有頭髮 你會有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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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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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入不到一个月吧 一个佛唱比武 但是轮到五玩八了 我是最后一个 还相差120多个 班长说杨宇就看你了 做100多个的时候 头一点冲雪了 就模模糊的 就听见大家在说数 100 101 102 自己都没有想到 两分钟做126个 拿了全联第一 全联的跟着鼓掌 那时候我的感觉 比于我这个第一的照相 才能发光发热 梦想跟期盼 就能够在更大的舞台 超越次舞 提干当年均改了 冲林舞台改为海洋舞台 确实迎来了新的起点 全城淘汰之 超越不留神 下一只淘汰的就是你 打实弹 冲三 跑障碍 竹展学 我过来晒霜 迷彩服 摸摸了三戒 但那个时候 你刚我跑五趟的障碍 我就不想做一趟的单身了 很多人呕吐 很多人呕吐 温度五十度左右 鞋的里面都是看着 当时就劈了命了 每个人呕吐 孤雅 之前 通过考核五门主 已经被称认为 三岁车主了 家里面告诉我 你比我选择 父亲让我比武比好 为国争光 就是最好的回馈 一二九 我是第一个车主 第一名 打导弹的 挺慌啊 就怕打不好 世纪会减弱很多 直到风的影响 连动目标了 世纪大争 都是命不把刑 当时我们带队领导 感动得酷了 军改 不仅仅是给更多的军人提供舞台跟平台 最重要的是能够给国家提供更好的国防力量 这个连长是越干越想干 他无私不客 不来给我信心 很激动 大家可能想到一会儿去 这说出人心里话 如果说真有战争那么一天来临 如果说真有战争那么一天来临 我们不论是在我们本职岗位上也好 还是我们已经退伍了 一天零下 一天零下 那我们都是第一个场 宝剑出鞘 只差敌人的心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